位于台北市政府旁的机车停车格经常是停满的状态 为了方便外送人员与洽工民众短暂停放机车需求 台北市政府从108年起推出限停15分钟机车格措施 不过实施多年后 停管处发现有八成民众停放的时间在20分钟左右 其中民众因为预时15分钟停放被开单的件数 去年一年有1900多件 今年到5月为止更飙升到1100件 因此停管处决定从7月20号起将全市30处 共233格限停15分钟机车格调整为机车限时停车位 首次停放前20分钟免费 为了提高机车停放周转率 超过20分钟则收费20元 最长可提供40分钟的停放时间 希望减少民众花时间找机车位 及降低机车微停的情况发生 民众一直跟我们反映他有那个短暂的停车需求 那那个停车需求可是我们的限停15分钟的格位 那他常常又有预时停放的情形 所以停管处有经过调查发现大概有八成以上的民众 他停放的时间大概会是在20分钟左右 所以我们这次就调整为机车限时停车位为20分钟 对于北市府将机车限时停车时间延长 骑机车送货的外送人员也非常认同 因为你警察如果来 像我们停那个位置就有可能被开罚单 那停这里20分钟 其实我们送餐进去出来可能不会超过10分钟 当然对我们是比较方便的 一跑一单来多少钱 你被开罚单600还是900就没了 不过停管处提醒民众 限时停车格不适用全市每日一张单 机车月票及电动机车停车免费等优惠措施 民众如果有建议新设置机车限时停车位的地点 可以到台北市政府市民服务大平台 申请新增调整公有路边停车格网站申请 经停管处评估建议的地点符合地方需求 原则将于同一街扩范围内 增设一处约五格的机车限时停车位 方便民众临时停车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